徐州西間 唐 偉應蜜 獨年幽草間邊生 尚有黃黎森樹名 春朝大雨晚來急 野道無人周志橫 徐州西間 是唐代詩人偉應蜜的一首寫警七言絕句 作者任徐州賜史時 遊覽至徐州西間 寫下了這首詩情濃郁的小詩 此詩寫的 雖然是平常景物 但經詩人的點掩 拍成了一幅異境憂心的有韻之畫 詩寫西間在春天傍晚時 雨中的景字 從中透露出詩人閒識自得的心情 春天的時候 詩人來到西間邊 一眼望去 生長在山間兩邊的綠草餘因 特別惹人喜愛 則以傾聽 從茂林之中傳來黃離的歌聲 登聲遠轉 悅耳動停 黃昏時份 間水因剛剛落過一場春雨而漲得更滿 流得更急 綁住在道口的小舟 隨風擺動 忽橫橫直 在水中蕩揚 傳詩最明顯的藝術特點是 能從洞中見證 傳詩四句 每句分寫一物 草 鳥 雨 船 而具具軍寫動景 野草在間邊生 是成長狀態 黃離在深樹名 是放聲歌唱 春雨晚來急 是風雨飄灑的樣子 渡口周至橫 是小船在隨風移動 這些動景所構成的 卻是一片靜的異景 正好反映出作者 甜靜閒色的心境 畫面上的一切 都令人 感到大自然 在春天裡充滿了生命的活力 詩人將美麗的景致發掘出來之前 沒有人去注意 所以詩一開始用獨連二字 不過詩人不再做更多的抒情 他只是描繪 而最後一句的字字 又為點睛之筆 詩人所連的 正是自生的幽草 自明的黃離 自來的春雨 自橫的小舟 這些都是超越人為力量的自然美 沒有甜靜閒色的心境 又點會留意到這些無人注意的景物呢? 詩人通過描繪的畫面 將它嚮往自然的思想感情 反映得淋漓盡致 本詩語言平易 明快 描寫景物自然之美 形象鮮明 又能表現詩人超逸脫俗的情趣 詩未盡永 是偉應物的山水詩代表作之一 晚清學者黃文如在唐詩屏著讀本評論 先以間邊幽草 深樹黃離引起 寫西間之景 歷歷如繪 能夠寫出這麼有畫意的詩 好難想像年少時的偉應物是一字都不識 飲酒是橫癡的惡霸 成男偉道 去天赤五 偉應物出生在地都一個聲望極高的家族 他的曾祖父偉代價 做過宰相 父親在當時亦頗懼聲望 偉應物年少時有恥無恐 不學無術 十五歲就入宮成為唐原中近時 出入宮為 互從遊行 本來就無所畏懼的偉應物 自從做了天子的貼身示威 更加行無遮難 整日鍾情聲色 肆意妄為 就連官府亦對他無可奈何 可謂是囂張拔護 目無法己 他在逢陽開府一詩中 自揭年少時所做的惡事 身作李宗橫 家藏亡命兒 潮池書蒲菊 無竊東倫基 一字都不識 飲酒是橫癡 那為何偉應物會搖身一變 成為大師人呢? 這一切與安史之亂有關 對於好多人來說 安史之亂是一場惡夢 對偉應物而言 亦是改變他一生命運的轉折點 戰亂爆發後 安陸山大兵攻入長安 唐原中方亂中 只帶了小部分的近臣 逃往屬中 可以想像一下 改朝換代 一個靠君恩的子弟 已經不能夠再耀武揚威 潮水被人欺 是他當時的真實寫照 痛定思痛的他 決定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他開始讀書雜誌 本就出身書鄉門帝 即令平常不上心 功底仍是有的 所以棄武從文的他 亦取得了不少的成就 不僅靠此獲得了功名 還在中堂的斯坦上贏得了一席之地 公元788年 52歲的偉應物調任蘇州 他用自己的實際行動 幫助當地百姓發展生產 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父母官 此後偉應物得到了偉蘇州的稱號 三年後 偉應物被免除蘇州刺史知職無後 窮到沒有勞費返回長安 只好寄居在蘇州永定寺 可見偉應物此時已經超然世外 相對於世俗錢財 他更看重為百姓做實事 公元790年 偉應物始終沒有盤錢回長安 最終在蘇州去世 年僅54歲 徐州西間 唐 偉應物 獨年幽草間邊生 尚有黃黎森樹明 春朝大雨晚來急 野道無人周志橫 除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